到底缺不缺電呢 一句話告訴我真相好嗎 首先我們先看一下 核酬董事長同志顯然說 4月的時候才說 核能可以是綠能的盟友 5月的時候突然變成 核2核3研議 一家新型核廠 台灣電價有望下降 30% 然後呢 到了我生日那一天 又變成 綠能核電占發電比例6成 是台灣能源的黃金比例 但被政府切割嘛 他的職位會不會就因此不保呢 非核家園 豈容得下你的這番言論 不過說真的啦 我們先不管 前朝提出的政策 如果有錯誤 不是應該要直接更正嗎 到底缺不缺電 這個不是只有關心到電價 這還關心到外資 會不會來台灣投資 比如說回答 好 我們來看 王宏偉說 民進黨政府內部正在分裂 反核基本教義派 拿著新珠白 讓我國的能源政策進退兩難 賴清德只能默默吞忍 讓人放話 賴清德如此沒擔當 到現在還在玩黑白臉放話 台灣的能源政策 真的是前景堪憂 話說回來 我們來看一下 現在核電廠的狀況 核三一號廠 七月要停機 停機之後 馬上進入除疫了 只是國民黨現在要推動核能 研議法案來修法 七月八號當週立法院將會排審 立委吳春城他說 目前執政黨把核能當作意識形態 沒辦法理性討論 執政的自己不當一回事 再也又何苦跑在前面當炮灰 立委柯智恩說 黨內的確有反對的聲音 但是國民黨要做的是拋出問題 因為即便修法通過 離重啟核電 還有一段距離 因為核電研議的申請權 審核權都在執政黨手中 這個關鍵還是執政黨願不願意申請跟執行 這也不是國民黨呢 修修法就說了算的 那昨天晚上真的很尷尬 松山機場大停電 網友抱怨說行李都一直沒出來 狂轟機場也會跳電 你還告訴我沒缺電 難不成小動物又來了嗎 台中的中華路夜市附近也是五千多戶都在停電 那攤商呢 黑蒙蒙怎麼做生意 客人都跑了 再加上核三一號廠 七月過幾天就七月了 馬上要除以外界擔心 未來電力的缺口會不會擴大 因此藍營立委提出了 核能研議法案修法 要在下個禮拜教育委員會來排案審查 台中中區中華路夜市小市攤位黑牙牙一片 店家顧客都好傻眼 但不止台中出現五千多戶的停電災情 連國際門面松山機場也驚爆停電 網友抱怨跳電跳第二次了 心理意志出不來 狂轟機場跳電也太扯根本丟臉丟到國際 政府竟然還說不缺電 既我們連緊急停電 機場一向是不會被停電的 無預警的一個跳電的狀況 顯示我們的缺電非常非常的危急 但核三一號集七月就將除以 未來電力缺口將更擴大 安全力推核能研議法案修法 將在下週交友委員會排案審查 總統府氣候變遷委員會副召集人 童子嫻也多次表達反廢核主張 只能依賴綠能的4.6%太陽能 跟2.2%的風力 你這樣怎麼支持AI晶片製造 所有的能源選項都要對台灣有利 包含讓台灣能夠減少碳排 要能夠穩定供電 不過有民進黨人士表示 行政院立法院和民進黨團已有共識 非核家園方向不變 等於和童子嫻的訴求被盜而遲 藍尾分析綠營內部正在分裂 童子嫻對賴清德影響力非常大 他批評對外發言說出重話 後來總統府雖然說 這並沒有授權童子嫻發言 可是也沒有批評或截制他的發言 這都顯示出民進黨內部 對於整個的反核基本教育派 以及認為能源政策應該要調整 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歧異 完全用選票的考慮 非核家園的票 另一方面又開拓永核的票 這裡面兵分兩路政治操作 除了刨除核能研議修法排審要整員接球 藍軍也呼籲政府別在高舉非核神柱排 務實調整政策才能補足電力缺口 這是建物陳真採訪報導 也的確喔 如果核三廠真的廚藝電力吃緊的話 那該怎麼辦呢 所以國民黨現在就要來推修法了 下個禮拜教育委員會要來排審了 國民黨立委許宇貞直言 民進黨某台南立委表示 反對核能研議修法 擺明跟賴清德對著幹 只想讓台南森霸電力賣電賺錢 無視台電多賣一度燃氣發電 比核能要多2.65元 導致台電是越來越虧 再哭窮說要來漲電價 掏空人民 只為了讓綠油油賺翻天嗎 好 我們的疫苗這個問題要不要查 要 還有快災要不要查 要 還有光電都會報告 光一個台南光電廠 這個是法院已經起訴的 就徒利廠商91億元 那我們全國有台廠的光電 所以這中間會有多少的弊端 我們不知道 但是光靠這一屆我們就覺得 要不要查 要 還有最近大家有沒有看到 我是在內政委員會 之前我們針對數位身分證 花了國家那麼多錢 卻什麼都沒看到 現在大家有看到數位身分證嗎 沒有 為什麼 他說因為資安的疑慮 所以要漲懷 那我就問 我在內政委員會 我就問當時的部長李又昌 我就問他說 這個數位身分證到現在 每個影子都沒看到 花了多少錢 他說只賠了2.8元 也是最好的結果 跟各位報告 我從他們的決算報告 算下來 到去年為止 就已經花了我們14億 浪費了我們14億的公帑 結果呢 因為這中間太多的問題 所以我們都成立一個調閱小組 那我們內政委員通常都看到嚇壞了 其中有一本喔 一看 全被塗黑 全本塗黑大家一定要看到新文喔 全本的塗黑 我問他為什麼 他說因為這是機密 可是事實上有什麼機密 除非建築的人才要全被塗黑 好氣候變遷委員會 副召集員童子賢 日前也談到能源議題喔 他說 依照舊主張 30%核能 30%綠能 40%火力發電 就黃金比例 結果呢被民進黨 側翼網軍攻擊 所以黃陽明也分析 他說呢 童子賢可能要步入 郭志輝的後塵 要被洗敵人心了 但是如果民進黨要繼續修理童子賢 等到大停電 大跳電 企業都出逃台灣 什麼都來不及了 相信童子賢董事長 他現在一定覺得 哇原來這個 要接受洗敵人心的挑戰囉 說要站到三成比例 其實是對目前的台灣 確實是一個天方夜譚 尤其在民進黨執政 這不可能讓你實現的 所以 現階段我認為童子賢 他可能做不久了 這個所謂的氣候變遷 對策委員會 這個什麼副招級 我看是做不久了啦 甚至連他這個所謂 那個新進界智庫的這個 就是民進黨黨智庫的 他現在好像是掛 副董事長還是什麼之類的 就是他也有一個職務 他同樣都做不久 因為在當今天王浩宇 周遇寇的媒體 這些全面都開戰的時候 他會面臨很艱困的處境 賴清德扛不扛得住他 我們就來繼續觀察 去想這個所謂的什麼 馬英九卸任時 綠能比例比蔡英文 執政時多這種什麼 王浩宇說是謊言 那其實那是台電統計的啦 所以當然我覺得民進黨 可以繼續夢遊 就如同同子賢董事長說的 你們繼續夢遊 繼續活在一個 這個綠能好棒棒的世界裡面 但等到 其實我是樂觀其成啦 你們就繼續修理同子賢吧 然後等到真的能源 碰到一些狀況 開始停電 開始跳電 那缺電的問題真的浮現 然後企業開始出逃 離開的時候來不及了 那都來不及了 那我只能說賴清德總統 也許他某種程度上 真的是希望黨內能有 不同的聲音去討論一些 比較務實的這個議題啦 太陽星全校克肺 有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 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關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肺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 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 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 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 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肺爾益生菌 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 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叢的平衡 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室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 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敏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肺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肺爾時刻美好 不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額外的折扣 就進了一dar 國際勝避的情況 請下視頻 總統 小明星 下視頻 小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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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明星